六縣市的財政應該要攤在陽光下來檢討 那不管是統籌分配稅款或者一般補助款 那因為牽涉到地方的財政能力 地方的經濟體質 那我覺得在選後應該就這些問題來好好討論 那像以桃園來講 雖然我們負債是六度最低的 但是我們獲得的統籌分配稅 以及一般補助款 大概不到台北市的一半 那距離第五名的台南市還少了88億 那對桃園也是不公平 所以我想柯市長對於地方政府財政的看法 那他應該要把每一個包括高雄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還有所有的縣市政府 大家一起到新正院 跟主計總署以及財政部好好來討論